3%的嬰兒如何養到現在 已經算是有點過重 我們家的雙胞胎是早產兒 所以剛開始帶起來真的非常的辛苦 他們如果不吃肉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把餐廳那一套搬回家裡 幫著他們調食 哈囉大家好我是卡洛莉 今天這集影片想和大家來聊聊 我們家雙胞胎從3%的嬰兒如何養到現在 已經算是有點過重的經驗分享 我這支影片呢 就是想要用一個很隨性 好像媽媽朋友在跟你們交流 跟你們分享我的經驗 之前和大家聊過我們家雙胞胎是早產兒 他們出生的時候只有1500克 大概只有30週的大小 住保護箱一個月回到家裡的矯正年齡 大概只有34週 所以真的非常的小 他們在西雲跟吞咽的功能沒有一般竹月兒這麼好 所以剛開始帶起來真的非常的辛苦 所以新手媽媽時期對我來講 真的還蠻挫折的 尤其是早產兒你一定很急的想要把它養成跟竹月兒一樣 早產兒食慾都沒有很好 所以他們喝奶啊 還有吃副食品的狀況都非常的差 開始醫生是建議我們先給他們喝早產兒配方奶 後來中間有換SS6然後換新安企鵝 我中間有換過一些奶 後來比較大一點之後 醫生就建議我換成小暗塑 那因為他們的奶喝的沒有很好 醫生就建議我說那就提早讓他們吃副食品 好我就跟一般的媽媽一樣 開始從十倍粥、七倍粥、菜泥、肉泥這樣子 慢慢的讓他們嘗試 然後自己很開心 準備得很開心 那些器具啊 然後上網去跑我們看媽媽都買些什麼來做副食品 我全部都買然後我全部都照做 但是自己做很開心 他們一點都不捧場 常常就是自己很開心做了一大碗之後呢 他們才吃一點點這樣 好那挫折感又加重 看別人養小孩很簡單 一下子就胖嘟嘟的 但是我養起來就是瘦巴巴的 所以那個階段真的就 真的沒辦法勉強自己 因為他們就死不吃 不然就是吃一吃給你吐出來 後來到一歲多之後可以開始 嘗試一些比較固體的食物之後呢 我就會做一些比較簡單的手指食物 讓他們這樣子抓著吃 或者是用叉子這樣擦著吃 其實吃東西對小朋友來講就是一種探索 那我今天要分享四個經驗 第一個呢是把食物化成無形 像以前他們很討厭吃青菜 也很討厭吃肉 他們幾乎就是不喜歡吃東西 可是他們就很喜歡吃蛋 我那時候很常做一道就是把肉啊 還有蔬菜 全部把它打成蔬菜肉泥 做成一塊一塊的小冰磚 然後要吃的時候就把它解凍 跟蛋和在一起去煎 然後再把它弄成一小塊一小塊 讓他們這樣子擦著吃 他們就會不知不覺的吃下肉跟蔬菜 還有一早我常會做一個蔬菜高湯 然後裡面會加一些排骨啊 或者是雞翅啊 一些蛋白質的東西 熬成高湯之後呢 跟白飯一起去煮 把營養的高湯代替水去煮飯 我想說這樣子應該可以增加一些營養 然後想想看我還常做什麼 我常會蒸一些地瓜還有紅蘿蔔 讓他們這樣子擦著吃 因為他們很喜歡這樣動手來 到大一點他們很天真可愛 我常常跟他們說 如果你不吃紅蘿蔔 小白兔就不跟你玩囉 然後他們就很天真趕快吃紅蘿蔔 他們如果不吃肉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如果你們不吃小豬妹妹的肉 小豬妹妹就不跟你們玩囉 然後他們就會很乖乖吃啊 我要吃小豬妹妹的肉 這樣聽起來是有點荒謬 但是他們真的就很相信這一點 小怪現在有點不太相信 但是他還是會聽我這樣騙他 他就會去吃 總而言之第一招就是把食物化成無形 讓他們不知不覺的吃下去 第二點呢就是營造出好的用餐氣氛 像我會去買一些飛機模型 把飯壓成飛機的形狀讓他們吃 然後或者是去買餅乾模 比如說星星的形狀 或者是愛心的形狀 然後把紅蘿蔔啊 或者是一些蔬菜壓成可愛的圖案 讓他們覺得吃東西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很多日本媽媽會做可愛的卡通便當 但是我覺得我的手藝絕對沒有這麼好 可是我覺得可以利用食材本身的顏色 去製造出一些繽紛的菜色 那小朋友看起來比較有食慾 有一天我帶小朋友去外面餐廳吃飯 小朋友外面都會有兒童餐嘛 他們就會把它設計成可愛可愛的樣子 或是一小份一小份這樣的樣子 我發現他們很喜歡 後來我就覺得說 那我要把餐廳那一套搬回家裡 像我們吃咖哩的時候 不一定會用碗 我們就會用個盤子裝一些咖哩 旁邊配一點綠色的菜 或是一點黃色玉米粒 這樣看起來就很有感覺 但是我們吃拉麵的時候 吃丼飯的時候 我們會用比較大的碗工這樣裝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有外面吃飯的那種氣氛 不見得一定要就一個碗到底 然後永遠都是那一套 然後我也會去買一些可愛的小餐店 或者是小餐盤 其實就是變化一些用餐的氣氛 讓小朋友覺得吃飯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第三點呢 就是讓小朋友自己動手做 像以前我全職媽媽在家裡的時候 但他們時間很長 然後所以就比較鹹 然後燙一些蔬菜啊 燙一些魚肉或者是豬肉之類的 然後讓他們自己動手做小壽食 那他們自己動手做他們就覺得很有趣 就想要吃自己做的壽食 就不知不覺把那些蔬菜 全部都吃進去肚子裡面 或者在家裡做披薩 很簡單 你不見得要去揉麵糰 你可以用吐司來當底 其實有很多種變化 那第四點 如何幫助小孩不挑食 那我的方式就是 幫著他們挑食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他們就在挑食 你怎麼還幫著他挑食呢 像我自己威力呢 我們大人一定也會有不喜歡吃的東西嘛 像我自己個人是不喜歡吃木耳 所以我們家的餐桌 絕對不會出現木耳 那小朋友一樣啊 他一定會有不喜歡吃的東西 像我們家兒子是不吃青豆 那青豆真的是 十大討厭食物第一名吧 好 那我們家就不會出現青豆 同樣食材的營養一定有其他的食材 可以去代替他 不見得要逼他去吃他不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你們看我兒子好像都不挑食 其實我只準備他們愛吃的東西 所以他們看起來是不挑食的 好 以上四點 我應該都有分享期了吧 想看看還有什麼沒有分享到的 那今天做這一集內容是沒有腳本 我就是想到什麼做什麼 如果沒有補充到的 我就是以後的影片再陸續補充吧 反正這一集就是想要和大家 來分享一下我過去的經驗 那我們家兒子現在從三趴香養到 已經被一聲警告有點過重 所以這是我的經驗分享 希望可以幫助到一些媽媽 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思維去 幫助你的小朋友 讓他們吃得更好 吃得更營養 好 今天影片都在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集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的頻道主要都是講一些收納 還有媽媽生活跟一些料理 還有大家都非常喜歡的親子入營 如果你們喜歡這類主題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想要追蹤更多的卡拉里 記得去追蹤我的IG 還有我的臉書 我是卡拉里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